大家好,之前我跟大家讲了IB和AP课程,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TOPPS课程 那么居住在多伦多的家长一般都听说过这个大名鼎鼎的TOPPS program 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TOPPS TOPPS呢是Talented Offerings for Programs in the Science的缩写 它是属于一个注重培养理工科学生的境界课程 那么这个课程呢注重培养学生们在语言、数学、科学、技术、领导方面的能力 多伦多有两个学校有TOPPS program 一个是Mark Gano Collegiate Institute 另外一个是Bloge Collegiate Institute 课程介绍 TOPPS呢是一个四年课程,九年级到十二年级 毕业呢需要三十个安省高中要求的学分 其中二十个学分需要是TOPPS课程 至少十个选修学分 科技课程包括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 语言课程包括法文、写作 艺术课程包括表演、美术、音乐、电影、摄影 社会科学课程包括法律、金融、哲学、经济等 报名信息 TOPPS一般是在八年级的时候申请 少部分的学生呢在九年级之后才申请 那么十年级以上的学生呢就不能申请了 那么为什么少部分学生是在九年级之后有资格申请呢 那么因为是进入TOPPS的program的学生一般来说呢 很少会有退出 那么除非有一些搬家的可能会有少部分的名额出来 所以在九年级之后申请的学生的名额相对比较少 好 TOPPS的申请一般在每年的十一月份 它的申请材料包括有 第一个 Final Grade 7 Report Cards 就是青年级的成绩单 Grade 8 Progress Report 那么这个八年级的那个第一学期的成绩单如果有也要提供 第三 Student Profile TOPPS Application Package 那么就是TOPPS的那个申请表格 第四 Optional Attendance Form 就是入学的出勤表 第五 Completed Entrance Exam 就是你 就是入学考试 完成这个入学考试 那么一般来说在十一月份进行这个入学考试 同时呢把以上的这些材料准备好一起递交 那么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这个入学考试也改成是网上的考试 然后呢所有的这些辅助的材料通过电子邮件来发送给学校 那么在一月底左右 那么在一月底左右选中的学生呢会被电话通知进行面试 没有选中的学生呢也会被收到email告知没有被选上 那么每年呢约收58到60位的学生 录取的比例约为500多名学生 录取其中的58到60位的学生 那么相对来说这个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而且呢根据学校的网站上的说明 这个申请的学生的人数逐年都在递增 所以呢这个录取的比例也是挺不是很高 考试的信息 那么TOPS的考试分三个部分 数学 科学 英语 数学呢是40个选择题 40分钟完成 80%的考题呢是七八年级的内容 一般呢叫普通学校相同的课程呢有难度 其中大概有20%的考题的内容 为八年级以上就是九年级或者是十年级的内容 科学 40个选择题 40分钟内完成 包括物理 生物 化学 天文 需要学生呢在课堂外有一些额外的知识储备 英语 两个扩展的问答题 30分钟完成 以作文的模式作答 那么考的是自身的表达及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ESL的学生也是可以参加的 那么选择题的计分模式是 答对一题得四分 答错一题扣一分 空白不做题答的话就是没有分 考试的样题 那么在这个网站上呢有 我们来点一下 好 这个网站呢就是Tops on Braw 就是我们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两个有Tops Program的其中的一个学校 就是那个Braw Collegiate Institute的那个Tops的官方的网站 然后呢往下点 它这边有一个example mathematics questions example english questions example science questions 那么它这边就是列出来三个考试的那个样题 那么有准备报名的学生可以看一下这个样题 大概有一个书 学校的介绍 那么刚才提到是有两所学校 那么第一所学校 Mark Knoll Collegiate Institute 是最早开始Tops课程的学校 那么该Tops在数学方面的比较强 它的地址呢是在North York 靠近那个Ontario Science Center那 它的网站是TopsProgram.ca Braw Collegiate Institute这所学校的那个Tops相对新一点 那么物理学的研究是这所高中的一大特色 它的地址是在1141Braw Street West 那么它的网站呢是下面这一个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么今天的Tops的Program我就讲到这儿 大家觉得我的那个视频有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觉得很有用的话别忘了点看点赞订阅 零零安居生活 谢谢